好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呢 那么在花东地区呢是出现了退房潮 那么民宿业者就坦言了已经退了七八成左右 其中会在车站附近的民宿业者就说 地震之后就没有再接客人 因为水跟电都比较不稳定 那么现在入住的呢都是灾后抢修的工程人员 业者也希望尽快修复 让民众生活来恢复正常 受到地震的影响 整个花东地区出现退房潮 民宿业者坦言已经退了七到八成 其中会在车站附近的民宿业者表示 地震后就没有再接客 因为水跟电都不稳 有受损 主要是有受损的部分 所以说你等于是说 我们这边停水的状态是很严重 因为我们这边从来没有 不曾经过有那么大的震度 所以说这一次等于也是一种见识 业者说地震那个周休二日都是满房 地震过后就不敢再接客人 现在入住的都是灾后抢修的工程人员 业者希望尽快修复 让民众生活恢复正常 因为这阵子现在都是 几乎可以讲都是抢修人员 都是像台变的啦 后来自来水公司的啦 或是道路桥梁监测的工部门的单位 他们都在这边抢修 所以说住客现在目前的状态都是公务系统 不只是民宿被退光 连星级饭店也受到波及 像是烟波退房率大约5%到15% 花莲芙蓉大饭店一团客退订居多 大约两成 但可以按照需求将房间保留到年底 就希望交通能够赶快抢修 就怕退订潮延续到双十连降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